十四五十七 广州将高标准建设广州期货交易所 加快推进金融高端集聚功能区建设 汇集机构 人才 业务和资金 建设面向全球的财富管理中心 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化金融资源配置中心 我们蒙化了一批金融重点项目和工作 包括以广州期货交易所为核心 建立期货产业园 推进市立业港澳大湾期国际商业银行 争取广州数字人民币试点 推动市立港澳保险售后服务中心 支持广州金融控股集团 申请金融控股公司牌照等 40项重点项目和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表示 将通过加强货币政策支持 加强征信平台 增信促融作用 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我们在广州地区要引导更多的金融机构和中小微企业 用好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 简称月信融平台 以及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 实现资金供需双方在线上高效精准的对接 截至今年的7月末 广州地区通过月信融平台 累计撮合融资是7.4万米 金额已经达到了214.7亿元 规划还提出 到2025年 广州市保险深度大于6% 保险密度大于每人1万元 十四五期间 广东银保监局将继续加强监管引领 助力广州打造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 促进大并保险稳健运行 推动长期护理保险提制扩面 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定制型 医疗保险业务的规范和指引 鼓励保险机构提供覆盖群众生命周期的人身保险产品 提升健康管理和健康服务 助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